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车站的名字叫做房子 这也是非常的吸引独到了 不知当初起名字的人是哪里来的灵感呢 三把火站 1980年建造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火车站的位置是农村里面 名字听上去已经十分不一般了 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村子的名字也是叫做三把火 这样一来就很好理解了 猪窝东站 没见过这个字的人一听到这个车站的名字都会想成它的谐音吧 那为什么起这么含糊的名字呢 就是因为它附近的一个水库了 它是随了水库的名字 而恰巧又在它的东方 所以这个名字就这么出来了 都是缘分呢 柏林站 1952年建造 这个车站已经有些年头了 而这个名字又为它增添一道别致的意味 小编想起这个名字的人会不会曾经在那里有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呢 所以回到中国也忘不了 一定要来纪念一下 当然这都是小编的猜测 真正的原因并没有查到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踊跃地发言哟 六个集站 1974年建造 酸车站在一个村庄的附近 但是并不能完全地说 车站的名字就是因为村庄而得名的 毕竟一个名字的由来也是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今天车站的名字就说到这里 其实车站代表了家乡以及家乡的一种文化 有我们儿时共同的回忆 小编希望这一次的介绍 大家都能多回家看看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